台湾刚刚完成县市场,县市议员吉祥正常的三合一地方选举。 在县市场选举的结果方面,民进党由原来的九个执政县市减少为六个,国民党则反过来由原来的九县市增加到十四个。 其中台北县、一兰县、南投县、张华县接翻盘,民进党将把执政权交给国民党。 另外三个小党,新党维持原来的金一门县执政权,清民党也在连江县连任。 清民党与台联虽然各在本岛提名二位候选人,但都落败。 国民党之所以赢,乃至于民进党之所以输。 正如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选后所说的, 严格来讲,国民党并没有打败民进党, 是民进党打败了自己,这不是国民党的胜利。 而是人民的胜利。